前美国加州州长阿诺史瓦辛格 在退伍军人节这天 当起披萨外送员 来到退伍军人社区与大家同欢 也为他们打抱不平 近期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被爆出多年来偷偷出售 用来盖退伍军人住宅的土地 给私人机构 遭判定违法 被法院勒令 终止所有非法使用协议 加盖1800套住房 解决退役军人 住房极度短缺问题 有研究显示 因为无家可归 退役老兵伤亡比例有过高情形 另外为了保障老兵居住权益 政府还提供超优惠贷款利率 可惜的是一般人享受不到这项福利 房贷利率创20年新高 物件稀缺也让房价居高不下 根据统计上个月 全美房价中位数约合1200万台币 比去年同期还高3.1% 首购族降到剩24% 同样创新低 近几年 一项叫做可承担抵押贷款的方式 则引起房市关注 可承担抵押贷款 因为太罕见 不容易申请 房子买家抵押贷款 也得是向退伍军人房贷的 政府承担贷款 但买房者能用较低的房贷利率 减便宜 此外要想压低房价 就得多盖房子减少需求 不过即将上任的川普新政府 可能增加建造成本 反倒推升价格 关税让建材等进口货物变贵 通膨难以降温 联主会到时又得升息 房贷更高 恐怕是恶性循环 专家也指出 川普想降低通膨和减税 但过多减税反而推升通膨 大规模驱逐外来移工劳动力 也会导致物价上涨 面对未来经济不确定性 还是很糟 不少消费者决定及时行了 花大钱shopping 让自己或亲友享受 尤其感恩节和耶诞节快来临 在目前通膨有放缓迹象时 今年假期消费额有望创新高 与房市优心情绪成对比 投资市场从川普当选后这几天 则是打得火热 比特币也首次涨破8万6千美元大关 不过川普关税政策 推动美元需求强劲 反而下跌黄金现货价格 幅度达2.5% 显示避嫌资产 对投资人的吸引力有所下滑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